要往指的牆子距離 我今天要 好輕 我怎麼會這樣 妳可以默默地退場了 現在 太小了 妳在看我做的 可以放著 太小了 你放著 好棒喔 妳在收看的是VJ客 我是你的YesVJ 張栋梁 會繼續來跟大家聊聊 關於我的一些小事情 我應該看起來 算是一個成熟穩重的 我其實思想 也滿穩重 其實坦白說 我真的會想很多東西 然後 我現在是那種 小事糊塗大事 機靈的人 然後很多時候 我收的一些決策 或者是我講出來的一些道理 會讓身邊的人覺得 這個小孩子還滿有想法的 這樣想好嗎 差不多啦 反正我覺得 我不算那種幼稚的人 可是有時候 身邊的工作的同事 會覺得我很幼稚啊 小孩子氣啊 是因為我真的 不想讓工作的環境太緊張 比如說拍MV 或是 不要 不要笑 然後 比如說 工作很長時間的時候 我會覺得 太嚴肅其實很難過時間 那我就會做一些比較 幼稚的事情啊 或者是說一些比較 好笑的笑話 來動身邊的人看 因為我覺得 這樣工作比較明慘 那 會比較好過一點 所以如果 身邊有跟我工作過的人 你看好看到這一段 你覺得 我幼稚的話 太錯了 我是不育的 然後你就可以有機會 聊到VJ課 跟大家分享很多一些 可能平時 或是之前 你不認識的 我的一小部分 那除了這些小部分之外呢 大家當然還是要注意 我的新甘情呢 請多支持之後的活動 還有支持唱片 那其實之後 都會有很多的 我校園 或者是很多的 表演的場次 那如果你想要出席的話 你可以上到我們公司的網站 www.emimusic.com.tw 好那這一次就先這樣 希望下一次 有機會來到VJ課 跟大家分享 更多更多 大家不知道的張兜良 拜拜